大家好 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嘛 台灣的鴻海集團與台積電公司 聯手買下1000萬劑的德國BNT疫苗 成為這兩天最熱門的疫情焦點 那麼為什麼這項疫苗採購案能順利推動呢? 中共為什麼沒有阻擋? 中共是不想阻擋還是無能為力呢? 接下來 台灣方面還要小心什麼? 這都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重點 今日主題 台灣採購千萬劑BNT疫苗得感謝中共統戰嗎? 不過 首先跟大家說一件重大的消息 我們的新頻道《唐浩世界》開播到現在剛好滿三個月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但是我們做了觀察與研究之後 決定還是要搬回去舊的頻道《世界的十字路口》 大家預計在一個星期之後 也就是下週二 七月二十號當天開始 我們節目就會回到《世界的十字路口》播出了 很抱歉 搬來搬去的可能對一些老朋友造成困擾 還請大家見諒 至於為什麼要再搬家呢? 唐浩世界這個頻道還會留著嗎? 這些問題我們會在下一集節目裡再另做說明 好嗎? 所以 請各位朋友 現在就可以到《世界十字路口》訂閱我們的頻道 或者檢查您的舊頻道訂閱是否都還正常? 好 來看今天的主題 台灣採購千萬劑BNT疫苗得感謝中共統戰嗎? 7月11日 台灣的疫苗採購傳來好消息 紅海集團與台積電兩大科技巨擲宣布 聯首相上海復興公司簽約採購德國BNT疫苗1000萬劑 每劑疫苗的單價加上處理費用大約是33美元 但預計第一批疫苗最快可以在9月到10月之間送到台灣使用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次的疫苗採購案表面上看 中共官方似乎沒有介入 那疫苗也將從德國生產包裝直接送到台灣 讓這起採購案減少了不少爭議與顧慮 完全符合原廠製造 原廠標籤直送台灣三原則的 紅海集團創始人郭台銘也在臉書上發文 他說 期待在疫苗的幫助下 台灣能早日易過天晴 同時 他也對北京當局表達感謝 為什麼呢? 他說 自我方提出捐贈案後的洽購期間 並未有大陸北京當局對此次疫苗採購過程 有任何指導或干涉 在此感謝能讓採購行為歸諸商業條件談判的本質進行 好 看到這裡 這一千萬劑疫苗對台灣社會來說可以說是相當重要 加上又是紅海與台積電這兩個世界知名的科技巨頭 聯手採購 把疫苗捐贈給台灣政府使用 更讓這起採購案格外受到矚目 不過 更令人好奇的是 過去中共不斷拿疫苗來施壓台灣 對台灣進行利誘威逼的統戰 還宣稱台灣不接受中國疫苗是政治操弄 甚至還曾經介入阻擋台灣採購BNT疫苗 但為什麼這次台灣的疫苗採購案北京卻是罕見的靜悄悄呢? 我們先看中共方面怎麼回應 國台辦出面說 這項採購案顯示了中共阻擋台灣採購疫苗 以傷逼症的說法是謠言 現在謠言已經不攻自破 好 謝謝國台辦 讓我們再次看見中共是如何的 可以臉不紅、氣不喘的說謊 什麼情況都能自圓其說 都能為黨找到最偉光正的話語角度 不過真的是這樣嗎? BNT的CEO吳沙怡在12日發表聲明 他說很高興可以對台灣提供歐盟製造的疫苗 稍後 上海復興公司也在微博上轉發了這項聲明 同時還補充上海復興的CEO吳以芳的說法 他說很高興看到疫苗能為台灣的疫情防控 發揮積極作用 不過 這則微博貼文很快就被刪除了 為什麼被刪除呢? 上海復興沒有解釋 但我認為很有可能是中共官方要求刪除了 因為 第一 這項焦燕搞得沸沸揚揚國際關注 但主角也主角卻不是中共官方 反而是德國疫苗公司和鴻海、台積電 不但讓中共沒有面子 也讓中共少了一次正得國際影響力的機會 第二 這項焦燕對中共的對台統戰 缺乏明顯的實際效益 BNT與上海復興的聲明只會讓台灣民眾想要感謝德國與BNT 而不是感謝中共 這樣並無法增加台灣民眾對中共的認同與好感 所以 對中共來說 這項聲明幾乎沒有什麼好處 反而還助長外國的威風 所以就讓它消失了 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台灣親共媒體的記者在記者會上 向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問了一個相當詭異的問題 第二題是 鴻海台積電透過上海復興購買疫苗 中間未受到大陸的阻撓 請問部長會感謝大陸官方的促成嗎 聽到了嗎 親共媒體要台灣感謝中共 感謝什麼呢 感謝中共不打壓之恩嗎 感謝中共對台灣放過一馬嗎 那這種提問跟背後的心態就是很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就是把綁架自己的敵人當成了恩人 只要敵人給點小恩惠或者不傷害自己 就會對他感恩戴德 是把自己當成敵人的奴隸了 最後 陳時中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親共媒體這項提問其實透露了兩個信息 一 中共其實希望這些採購能夠或多或少的 起到統戰台灣的正面作用 第二 親共媒體看懂了這一點或者接到了指令 所以想方設法迎合中共 吹捧中共 所以 在我來看 實際上中共應該不是不想阻擋台灣採購BNT疫苗 而是無力阻擋 但是中共還是想方設法 要在這起事件裡撈點面子 賺點統戰資本 那關鍵來了 為什麼中共會無力阻擋這次採購案呢? 我認為有幾個主因 原因一 美日立陶宛緊急持援 紓解台灣疫苗荒 在台灣爆發新疫情之後 日本與美國相繼捐助大批疫苗給台灣 美國捐了250萬劑 日本前後兩次也捐了237萬劑 可以說為台灣帶來了豐沛的及時雨 紓解了疫苗荒 也有效地幫助台灣 暫時抵擋中共的疫苗統戰與施壓 就連遠在東歐地區的小國立陶宛 也捐贈2萬劑疫苗幫助台灣 雖然數量不多 但立陶宛民眾說 他們向台灣捐贈疫苗的一項主因 是要對外界表明 立陶宛並不怕中共或俄羅斯這樣的強權國家 他們要幫助真正的朋友 而且美日兩國的疫苗捐贈都是無條件捐贈 那如果中共還想通過給台灣疫苗 來換取政治條件的話 就反而會自路馬腳 讓海內外直接看破中共一意謀統的軌跡 所以中共也陷入了越來越被動的困境 形勢越來越不利於中共的疫苗統戰計劃 原因二 鴻海台積電聯手出牌 科技影響力巨大 鴻海和台積電兩大巨頭 都是當前最具影響力的科技企業集團 不但可以影響全世界 也影響著中國 鴻海旗下的富士康公司 是全球最大的電子科技製造商 在中國擁有上百萬名員工 台積電則是全球最頂尖的半導體芯片製造商 是各國政府積極爭取的合作對象 所以 这次鴻海與台積電聯手 向德國BNT採購疫苗 表面上看似純粹的商業交易 但兩強聯手 也勢必會讓德國與中共的政治圈 不得不重視起來 特別是 台灣的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會 是台積電的大股東 假設BNT不讓台灣買疫苗 那麼台積電會不會有可能 就拒絕到德國設廠生產芯片呢? 這樣的話 德國政府是不是也會積極關注 甚至想幫忙推動這起採購案呢? 而且 台積電正準備在南京投資28億美元 擴大生產低端芯片 但是最近傳出美方不滿 正在施壓台積電取消計劃 因此 中共在這個時候 是不是更應該設法拉攏台積電呢? 如果中共跳出來阻擋採購疫苗 是不是反而會火上加油燒到自己呢? 當然 當事人都沒有提到有這種疫苗換芯片的交易 但是兩大科技巨頭的技術與經濟實力 確實會牽動各國國家力量的消長 特別是中共的半導體技術遠遠落後美國與台積電 所以中共很難阻擋這次的疫苗採購 原因三 北京以疫苗促統 臺灣與國際反彈激增 過去一年來 中共積極對世界各國展開疫苗外交 想通過販售或捐贈疫苗的方式來擴大中共對世界各國的影響力與支配力 也就是所謂的銳實力 臺灣從4月底爆發疫情之後 中共也加強對臺灣實施疫苗統戰 想通過疫苗謀取操控臺灣的銳實力 不過 中共的疫苗統戰與戰狼姿態讓臺灣民眾相當不滿意 根據日前完成的最新民調顯示 有高達9成的臺灣民眾對中共的態度是無感、冷感和反感 只有一成民眾對中共懷有好感 說穿了 中共的疫苗統戰和以疫促統 在臺灣受到了越來越明顯的反效果 而且 中國疫苗的保護效力在國際社會上越來越受到質疑 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前六個國家當中 就有五個是仰賴中國疫苗 印度尼西亞6月份有26名醫生 因為染疫病逝 其中有10個人接種過科興疫苗 在泰國 有數百名醫護人員在接種科興疫苗之後 依然確診染疫 因此 就連與中方關係親密的新加坡也下令宣布 打過科興疫苗的人不能列入已接種人員的名單裡面 潛臺詞就是 不能信任中國疫苗 因此 當全世界越來越質疑中國疫苗的同時 中共卻還拼命向臺灣強迫推銷 必然會引發各國對中共的反感以及對臺灣的聲援 這樣的國際大局勢對中共統戰臺灣是相當不利 原因四 捨棄臺灣 上海復興將失去市場距離 在今年1月 臺灣政府曾經差點跟德國BNT完成疫苗採購 但卻遭到來自中國的BNT高層主管徐珊珊出面阻攔 讓這效交易中斷 臺灣自由時報總編輯還特別寫了篇內幕特稿 揭露中共在BNT裡面安排了一個細胞在裡頭 接下來 中共對外強調 上海復興公司是BNT疫苗在大中華地區的唯一代理商 臺灣要想買BNT疫苗就得跟上海復興談 事實上 上海復興去年跟BNT簽的許可協議裡 確實說明了上海復興的代理權 涵蓋了中港、澳門與臺灣 所以 這次臺灣買BNT疫苗也是繞不開上海復興 但是 換個角度說 上海復興雖然在大中華區獨家代理BNT疫苗 數量達到一億劑 但沒想到 中共禁止使用任何外國疫苗 十幾億人口只能用中國國產的國藥和科興等等疫苗 換句話說 上海復興除了香港與澳門之外 等於沒有市場 但是 港澳人口合起來只有800萬人口 即便全部都打BNT疫苗 每個人打兩劑 也不過1600萬劑 換算下來 上海復興代理的一億劑裡面 還有8000多萬劑 會無用武之地 所以 上海復興其實需要臺灣的2000多萬人口 來幫忙消化疫苗 賺取利潤 否則就會損失慘重了 那麼 上海復興代理疫苗可以賺多少利潤呢? 詳細情況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 輝瑞公司在今年4月 是用每劑19.5歐元 相當於23美元左右的價格 把BNT疫苗賣給歐盟 而臺灣這次取得的疫苗單價是30美元 外加其他處理費用 每劑成本大約是33美元 比歐盟高出10美元 假設上海復興也是用23美元的成本取得疫苗 再用30美元賣給臺灣1000萬劑 中間就可以賺到7000萬美元的價差 當然 實際的買賣數據 只有上海復興跟BNT知道 這裡就是個推估 但是這個推算也告訴我們說 中共如果不讓上海復興賣疫苗給臺灣 上海復興就會少了巨額收入 甚至還可能損失嚴重 這對復興公司對中共權貴來說都不是好事 原因五 臺灣疫情逐漸趨緩 中共措施施壓時機 在過去兩週以來 臺灣疫情已經逐漸趨緩 目前主要新增個案都集中在臺北市與新北市地區 其他地區的疫情正在持續降溫 因此 臺灣對抗疫情的壓力 對疫苗需求的緊迫性也跟著逐漸緩解 換句話說 中共已經措施了施壓臺灣的有利時機 在這種局面下 中共想繼續用疫苗來施壓臺灣 分化臺灣的效果 也就越來越衰減 越來越無力 不過 雖然中共對這次臺灣的疫苗採購案是無力阻擋 但接下來臺灣方面還是要仔細留意 中共會不會在臺灣要採購第二劑BNT疫苗的時候 介入動手腳 大家知道 目前絕大多數的疫苗都是要接種兩劑 BNT也不例外 那麼 中共有沒有可能 先讓臺灣的幾百萬人先接種第一劑BNT疫苗 接著 當臺灣要採購第二劑疫苗的時候 中共再跳出來阻擋 要求臺灣必須拿出某些條件來交換疫苗呢? 這一點目前還不能排除 畢竟打了第一劑不打第二劑 就很可能會失去保護效力 雖然目前包括歐盟等地正在研究疫苗混打的可行性 比方說第一劑先打AZ 第二劑再打BNT 但是混打疫苗目前仍處於實驗階段 安全性與有效性都還不明確 所以 目前應該可以明確地說 臺灣不會進口中共生產的國藥疫苗和科興疫苗等等 但是如果臺灣需要繼續向上海復興採購第二批BNT疫苗 甚至是第三批疫苗 那麼臺灣還是得留意中共會不會從中作梗 如果真的發生了 到時候又該如何應對呢? 好 我們再重複一次 對於臺灣這次的BNT疫苗採購案 中共其實不是沒打算介入 而是無力阻擋 那主要有五個原因 第一 美國、日本與立陶宛 緊急捐贈數百萬疫苗疏解臺灣的疫苗荒 第二 紅海與台積電兩大巨頭聯手出牌 對德國與中共的科技影響力巨大 第三 北京以疫苗推進統戰 讓臺灣民眾與國際社會反彈激增 第四 如果捨棄臺灣 上海復興將無地放使 失去市場距離 第五 臺灣疫情正在逐漸趨緩 中共錯失了施壓的有利時機 節目最後 我們要跟大家更正一件事 在上一集節目裡 我們談到中共經濟數據造假的問題的時候 我提到我採訪美國知名的中國經濟專家 史劍道的故事 講到當年 中共公布的經濟增長率是6% 但史劍道拿中共官方的原始數據去計算 發現應該是零增長或者是負增長 那很抱歉 這個數據我說錯了 當年中共官方是說經濟增長8% 不是6% 但史劍道計算後發現應該是零增長或者是負增長 在此跟大家說聲抱歉 好 今天先聊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 請記得訂閱、留言、按讚 也請您介紹給更多的朋友們知道 感謝您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